催眠kypnosis是一種透過集中注意力 放鬆和引導想像的方法 令一個人進入一種高度放鬆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下,很容易接受建議 這個狀態有點像清醒和睡覺之間 個人對外界刺激反應會減低 但對催眠師的建議反應會很敏感 催眠的原理和作用 催眠的原理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點 集中注意力 催眠透過引導一個人集中注意力 減少對外界的關注 令他們容易進入放鬆的狀態 放鬆和深度放鬆 放鬆是催眠的核心部分 幫助個人進入一個安靜、平和的心理狀態 建議性在催眠狀態下 個人對催眠師的建議敏感度提高 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 這些暗示可以影響個人的情緒、行為和認知 催眠的科學根據 催眠的科學研究顯示 在某些情況下催眠真是有效 研究發現催眠可以幫助緩解疼痛、焦慮、壓力、解除不良習慣、好似嫁煙和改善睡眠 例如催眠在慢性疼痛管理方面的應用 是有科學證據支持的 催眠在處理創傷的作用 催眠有時會用來處理心理創傷 特別是幫助個人回憶和處理潛意識中隱藏著的痛苦經歷 這種技術叫做回溯性催眠治療 目的是令人回到過去的經歷 重新體驗那些創傷性的事件 然後在催眠師的指導下 用新的方式去處理和應對這些記憶 這個方法在心理治療裡面有一定的應用 但它的效果和安全性依然有爭議、失禮和文獻記錄 有一個比較出名的例子是加拿大心理學家Ellen Esperman博士在1980年代做過的一個研究 他用催眠幫一個患者回憶起小時候被人虐待的經歷 通過幾次催眠療程 這個患者逐漸可以面對這些記憶 在治療師的指導下重新審視和處理這些創傷 最終改善了心理健康 這個研究發表在美國催眠學會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上 不過回溯性催眠技術的應用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引導不多 可能會令患者在催眠狀態下 創造出其實沒有發生過的記憶 這些虛假記憶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總結 催眠確實有科學根據 在某些方面有實際的應用價值 好像是疼痛管理、換解焦淚和處理創傷 但關於回溯性催眠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依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特別是處理深層心理創傷的時候參考文獻 Elkins,G,Jensen,MP,Patterson Doctor 2007,Hypnotherapy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Pa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nosis 55,3,275-287 Bergman,AS1989,Hypnotic Regressive Therapy Revisiting Traumatic Mem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 321-45-56 好了,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